好來 繼續來看台北新北 和雞郎三位市長 在交通部畜生下 來建立到交通路網 增加高等平台 十二後開第一次的會議 就台信滾南行的共識 其中已經看了很久的雞郎勤體路 直接升級為中文量的作文系統 也會跟新北市 台北市的作文 來增加 形成一個完整的交通路網 雞郎市長喝油槍是笑咪咪 因為在交通部畜生下 參台北市 新北市 占對北北街的交通路網增加 達成共識 整個當中的雞郎勤體 會升級做中文量的作文 雞郎勤體學會一直做到人間 會參加十四次選來增加 未來高鐵也會延伸到宜蘭 是三十年來最大的一個進展 到時候做一個定額了 都特別是願意多出一點 趕快興建 趕快來經驗 上引起人主意的 就是升級後的雞郎勤體 對雞郎 七郎 五郎 一直進入新北市的十字 來到像我們 接載我們的民生十字線 在南港電郎館進入台北市 也還可以轉門路線 也還可以扳南線 站在附近的鐵基路 建設有完整嗎 也變成是民眾買房 客戶的重點 通常這個投資買盤 大部分會是在動工的時候 才會開始就已經進駐了 所以通常開通之後 對在地的房價 大概是一個支撐的效果 想買房子還滿了處境的 越來越去 所以我就要探查這個功課 別玩買房子會好處境